另外再带您看到的是花莲秀林香公所在太鲁阁族文创产业园区 办理112年藤爱艺生工艺展的茶会饗宴 而这次都是以原生藤边制作而成的传统杯笼 藤帽以及提兰等早期生活上用到的器具 让民众了解到早期太鲁阁族原住民在生活传统用器 以及现在创意的藤制衣品 修林香的文革表示修林香公所一直以来推广太鲁阁族文化产业不余力 并且重视文化的传承与艺术的推广 在所属外馆养的文创园区 每年都有持续办理策展规划 其为了培育修林香优秀的工艺师 以及打造属于在地原住民文化与艺术创作 让逐渐消失的传统公寓赋予新的生命 所以这么多年来不仅是在行业也好 支部也好木雕也好 还有各项传承记忆的工作也好 其实修林香公所从以前到现在 都是扮演的陪伴以及扶导的角色 所以很开心他今天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展 当然这几年我们也让他们尝试不同的一个呈现 所以让他们每一年都能够提升自己 对腾兵这样的一个展现技能 还有行销的技能 所以我们都看到他们的成长 所以今天所有冬季林香的工艺师 都会在每一年都会帮他们规划一个测试机会 只要他的技能都能够达到一个相当的一个水准 我们一定会想尽办法 协助他们做一些规划之后 让他们在不同的地方 来做他们自己作品的一个呈现 我想这几年他的销售状况都非常棒 而且他也连结了社区 也连结了部落 更连结了学校 更连结了外乡镇 他的作品都可以出去教师 所以他的成长非常快也成长得非常多 修论下长文革表示 今年腾爱一生工艺展茶会饗宴 期盼能够广告各位好朋友们力领参观 传统以黄藤为主的创作材质 太鲁格族的祖先应用黄藤制成各式样的日常生活用品 先既在族人根据实用的藤边生活器具 发挥创意及巧思 让传统的记忆能够融入现代生活当中 让太鲁格族传统编腾文化能够持续的传扬 修论相关金布表示 在太鲁格族文创产业园区 办了112年腾爱一生工艺展享宴 展出的时间即日起到7月28日 而在每个礼拜天跟礼拜一修馆 这次展览的作品由于原生腾编制成的传统背笼 腾帽 提栏以及猎物背笼等等 以及早期生活上实用的用品 每周五还有藤边展业以及DIY体验 欢迎民众清零现场体验太鲁格族的供应之美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